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广同学 盼望了很久的iPad版Final Cut Pro终于来了 苹果在官网上更新了即将推出iPad版Final Cut Pro和Logic Pro 两款软件都是5月24日推出 都提供免费试用一个月 后续以订阅的形式来使用 一个月是38元,一年是380元 其实也不贵 我们来看看介绍 拍片,剪片,修片,胶片 基本上全流程都能做了 不知道能不能代替电脑 支持Apple Pencil 还可以实施绘画内容并做动画 HDR模式 iMovie的剪辑也可以导入进来 而且快捷键应该是和电脑上一样的 说实话 这个对于我来说真的太需要了 外接一个硬盘就可以工作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支持多机位的剪辑 自动对机位 但是最多支持四个素材同步 最实用的功能来了 用iPhone的都知道快速扣向的功能 不需要有绿幕 就可以把人物或者物体抠出来 现在呢 也出现在了iPad版的Final中 这个太实用了 其他的也是提供了一些预制好的文字标题 转场特效 也支持第三方的效果 后续应该会慢慢的推出 不知道能不能把电脑上的一些效果 安装到iPad上 等正式推出了以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ProRes RAW的格式也是必须支持的 Lite文件调色 关键帧动画 电影模式全部都支持 还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和Mac的Final联动 你可以把iPad的剪辑工程 发送到Mac继续来制作 比如使用高级调色啊 跟踪等等的功能 我对iPad版的Final 其实期待很久了 下一个呢 我们看看Logic Pro 这个呢 我在电脑上用的也比较多 因为我以前呢是做编曲的 所以也经常使用 加音效 调整EQ等等 其实酷乐队就是Logic版的简化版 我们来看看Logic Pro的功能 这些触控演奏什么的都是基本功能 酷乐队的导入等等 音效库呢比较实用 里面有非常多的乐段和音效 会给创作者提供很多的帮助和灵感 再往下看就是插件的支持 将音频采样 转换成声音来演奏 还有合成器 通过效果器呢 来制作自己个性的音效 Beat Bricker 这个绝对是做Remix的福音 同样呢也支持把工程发送到Mac上 用Mac上的Logic继续工作 支持扩展露音棚的硬件连接 总之呢这两个软件对于专业人士来说简直太方便了 不用随时带着电脑了 iPad就可以搞定一切 目前iPad版的Final Cut Pro支持运行 iPadOS 16.4或者更高系统的12.9寸 iPad Pro才可以用 也就是M1和M2的版本可以使用 11寸的iPad Pro第三代和第四代 或者是iPad Air第五代都可以安装使用 其他的呢就不可以了 Logic Pro的门槛会低一些 是在配备任何A12芯片或者后续的芯片 并且呢安装了iPadOS 16.4 或者更高系统的iPad上 就可以安装这个Logic Pro 如果iPad版的Final Cut Pro或者Logic Pro对你很有用 那么呢是时候可以更新你的设备了